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非常地荣幸能够参加非女卧视的这个节目 这次呢我想申请一位关于英文社外还有医学相关的 国际商务拓展 对 国际商务拓展相关的一个职位 谢谢大家 你好像学医学了好长时间 对 学了特别长的时间 第一个本科呢是综合口腔学 然后是五年制 五年 对 在乌克兰 然后是全俄语教学 后来到了利物浦学校以后呢 我的课题停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然后才持续下来 所以就大概花了六年的时间 差不多你就学了九年 对 后来毕业以后 我的导师想把我留下来 跟国内的一个医院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 后来我决定用了一年的时间做这个事情 然后发现自己并不太适合做这个职位 后来我就决定回到临床 又学 对 又去普斯茅斯大学 做了一个三年的临床培训 所以我通过那个培训以后就做了一个内科医生 然后我就在伦敦上班 过来之前 学了十二年 一共学了十二年 对 一共学了十二年不奇怪 关键是他今天面子跟这个没关系 这不白学了吗 对 其实我家人也这么想说 那你本来是做临床工作挺好的 对啊 花了这么多年 多可惜 这个无所谓 今天我觉得要感兴趣的话 我完全可以扔掉 王倩 如果现在有机会 在社区医疗或者是家庭医疗方面 需要一些很专业的辅导 你愿意去从事这个工作吗 我可以考虑 他有这个岗位哦 就是与你专业相关的 你还是不排斥的 对 不排斥 但今天你的求职岗位是国际商务拓展 你能具体说一下 你理解的工作内容 到底是做哪些事 我认为国际商务拓展呢 就是一定要把咱们国家的一些项目 医学项目也好 或是任何可能性的项目 跟国际其他的一些国家 进行一个连接 所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其实以你的语言优势 专业优势 你特别适合去搭健康产业 对 对 对 你要求薪赐多少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底薪一万起 底薪一万起倒是不高 没有低于限制吧 最好是一线城市 因为我觉得一线城市 这样机会比较多 如果完全与健康产业和医学 无关的行业 你接受吗 这个我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对 来 两位撑那么大眼睛 看什么 不是 我被他吓到了 因为他原来在12年学 依旧已经挣到3万加到4万了 然后转型进入到健康率 降一万 这能理解 但是要再换一行业 我就不能理解了 因为你的所有的资历 和你的专业优势 都是你时间沉淀下来的 业绩和能力 如果你跨度那么大 我就不知道 你的职业规划是 长远的发展 这要干啥 看不明白了 我认为呢 只要是跟英文 就涉外相关的工作 我还是有自信 能很好的去应接的 而且我觉得 我个人的学习能力 还是比较快 那你有没有主要行业啊 因为对于咱们 不是应届毕业生 你希望在哪几个行业 是你未来可能创业 或者你深度发展的领域 医疗器械 或者是医药方面 当然是主选 但一切就有可能 只要专业性 不是特别强的 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你在英国生活了14年 对 那么今年才回国 是因为什么 让你下了回国的决定 就是在三月中旬的时候 在英国全部封城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 我之前忙忙碌碌的 周一到周五上班 周末跟朋友聚会 从来都没有见下心 来想一想自己想要一生 过个什么样的 选个什么样的人生的轨迹 后来我们家就开始反问我 说现在封城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要想这样一辈子 就在英国下去吗 还是说你有可以 其他的一些机会考虑 后来我就真的是 在家里就思考 我想了想 我觉得为什么不呢 我觉得虽然 就是说30家的女人 40家的怎样 但是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 我觉得首先是不给自己设限 我一定要去一个新的环境 来去一个更加让我感到 去相信她的一个地方 去发展 所以我决定要回国 听到这番话 我们内心是非常振奋的 我们看见了 在这次疫情过程当中 我们国家优秀的表现 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的重视 而且很高兴 她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她内心是一种这样的感受 我一定要把我的价值奉献在 我自己的祖国 值得奉献的地位 非常棒 对 而且以后像这样的留学生 和在海外工作的华人 回国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第一个 非常欢迎你回来 而且在中国 有大把大把的机会 留给你这样的专业人才 那如果说你今年20多岁的话 我是不反对你跳行的 甚至我鼓励你去转行 但是你今天已经41岁了 你有没有去尝试过在北京找 口腔科相关的工作 有 有找过 现在其实都是 他们比较想让我加入他们 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呢 我现在 你还是要挑战可能 因为我要参加这个节目 我还是要保持一个open的状态 对对对 所以也是一个尊重 王倩找工作 好好 一点不缺任何机会 她的经验会被很多行业 所借鉴的 我觉得 来 你刚才说了多少钱来着 底薪 一万 一万家 是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取货率 还有 九盏灯 也是个很不错的成绩 来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你准备了什么 才艺展示环节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英文的 口腔知识小科普 准备 今天我们进行 book ι c 秦 racist Spl incorpor 谢谢 我觉得特别好啊 深入浅出 而且这个生动活泼 我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不能占这个姑娘的便宜 就是这姑娘以很低的价格 想转行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厂án 应该全部灭灯 因为这么优秀的人才 我们应该留给牙科那个系统 我就不灭灯 我就想要他做成这个牙科传播者 我就把他打造成碗红 我凭什么要灭灯 因为我蛮喜欢你的 所以我想问你的问题是你 不一定全国或者全世界 这种大的目标 但是我想做得最好 就谦虚来说 来 第二轮选择 徐霍柳 还有七盏灯 谢盘 谢盘是我们最近投资的一家公司 我们想给你提供的是 牙科的产品经理 就是给他解决方案的 来 李雨昕 谢谢 你的助理是吗 对 我很少叫助理 我先给你一个助理 港云是江有一千 其实是一个平台型的公司 我们从技术平台 现在是内容平台 产品平台 以及C端的运营平台 跟我做助理一起 方便你了解全面的公司 现在就是一个起薪 将来空间是无限大的 如果你想垂直方向发展 也没问题 所以我觉得先来 到了再说 好 谢谢 来 杨石头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我们集群里面的 品牌营销公司的策划内容组 我觉得你应该可能是 应该做经理级的 只不过 我担心你不够熟悉 所以低开高走 过来 金山云给你的岗位 是我们医疗事业部的销售 如果你加入我们的话 可以用你的专业 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你打交道的方向 都是各地的卫健委 医院和一些医疗机构 谢谢 段东 58大家给你的岗位是 健康干预师 一方面给阿姨提供培训 另外提供在线的讲座 包括在线的咨询 好 谢谢您 我的公司专门打造IP的 希望你来我公司 直接就介入口腔抖音的 科学传播和专业传播 好 谢谢您 杨蓉 那我们旗下有一家公司 叫加油健康 所以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就是我们设计医疗的 这个产品经理 然后的薪资是一万二 对 好 谢谢您 我补一句 杨蓉那个加油健康 那家公司里边的 健康管理系统 其实我们公司提供的 一家人 一家人 姑娘 我给你一些 选择的建议吧 就是诱惑很多 而且每个人说的 都很有道理 但是呢 我还是希望 你能坚持你的专业 如果说你换专业的话 你的薪水不可能会 像你在英国 这么三四万这么高 把那些听起来很美 但是达不到这些薪水的 就通通灭掉 好 谢谢 人没想要钱 人家说了 第一不要 第一部分钱 然后人家说了 也不是说的知识别 人家说的就像有成就 就像你说你回到国家来 你不想把你的贡献 做给别人的徒弟 对不对 来 考虑一下 灭掉五盏留下两盏 去吧 好 非常感谢您 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判断 非常感谢您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段总 谢谢您 对 我们以后肯定会打交道 希望如此 这两个都已经三十分之 他都没有 谢谢您 我特别感动 一定会 三面两盏 谢谢您 杨总 小美女 谢谢您 好 对不起 许多总 有请李雨昕 王上峰谈潜伏上感情 王上峰直接干一万六 你这一万二拿得出手吗 投资企业 人家你看对面一万五 你设计到产品以前在门诊嘛 现在其实是搞产品的研发 其实你还是个新手 但是待一段时间 我觉得很快到一万五 到两万是很快的 王总 他有牙科的基础 你那是一个垂直牙科的专业 他在我这没基础 我培养他 我还愿意出一万五呢 你那一万二真不合适 就是 他是这样 就是牙科里面 他有线 我讲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人家是有基础的 李总 我想问您一下 如果我做您的助理的话 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前期的两个月更多 我觉得是在我们公司学习 然后根据你两个月之后 你自己的 你愿意选择的岗位 然后我们再定岗 你一直做我助理也可以 那有可能是产品经理之类的 是吗 都有可能 好的 你在这方面会更有无限可能 在那边就老专业 对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健康有益 举先往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谢谢再见 特别好 特别好 你应该选择金山云 好了 好了 行了 话哪那么多 都没听别人的原因是什么 我首先特别感谢所有在场 尤其是李总和王总 这两位最后上台的企业家 我想再思考一段时间 再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因为我觉得这样对我自己 对企业也是一份责任 你现在说负责任 其实你对所有的企业家 是个不负责任 最后你要无限可能 给了你七八种可能 对吧 如果七八种可能 都不能满足你的可能 说明你刚开头来的目的就不纯 不 并不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要说慎重 我觉得十秒钟思考一个岗位的 那我们的节目规则就是这样 你早就知道的呀 我知道 我知道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我还想用更多的时间 来考虑一下 对对对 好好好 谢谢你 谢谢您 真是不好意思 希望你能有更好的选择 谢谢老师 再见